歡迎收看歐快秒懂 我是Omega 今天的題目是 電動水槍無法噴水怎麼辦 如果電動水槍馬達有在運作 但水就是吸不進來 噴不出去 很有可能就是機器裡面沒水了 機器裡面一定要有水 還能吸得了水 所以我們拿這種黃色水管插進機器 開一點水就好 然後啟動機器 水就會進去機器裡面了 插回原本的水管 之後機器就可以正常吸水噴水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歐快秒懂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按分享 頻道的話呢 就是訂閱加上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